在白天身穿浴衣 漫步古色古香的街道 等夜幕低垂时 再到街边摊饭 吃串烧大胆拉面 暑假到来 不少人都出国大玩特玩 尤其日本汇率甜滋滋 更成为国人的旅游首选 今年刚好有时间 跟家人一起去东京 然后明年也有计划 可能会去跟朋友去大阪之类的 没有出国过啦 但是第一个 想去的也是去日本 喜欢那个动漫 看看台营7月2号 现仓卖出牌告价0.2053元 拿10万块的台币 可以换48万多 对比1月2号收盘价0.2217元 只能换到45万多日元 才过半年时间 可以多换36,033日元 等于可以多吃36万 以前日元的拉面 大盘持续的走低的话 会建议你使用刷卡来避免 因为利率持续往下走 所带来的汇兑风险 那当然还要留意信用卡本身的刷卡手续费 专家建议现在到日本旅游刷卡相对划算 因为日元对美元 即28号盘中跌破161日元大关 写下38年来新低 7月2号更是来到接近162元的价位 外界普遍认为日元将继续下探 甚至有机会看到165对1美元 美在利率的大部分养生的话 当然趋势了 每日之间的一个利率不断的扩大 我们从最大的开放自货币 这机构的话 纷纷还是采取 借日元到外去投资 回去投资美国的联系 所以资金流出的话 也造成日元平平不休 日元狂辩国外旅客乐开怀 不过日本当地民众恐怕是笑不出来 因为当前的通膨速度 宛如一步是速列车 明星文正主义李奇台北报道